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美国媒体对中国空军的公开鄙视 让很多军迷都感到黯然失色 近些年 一大批新机型入役中国空军 有些人认为 中国空军的整体实力已经超越俄罗斯和欧洲诸国的空军 仅次于美国空军 但事实是 中国空军虽然阵容强大 但整体作战能力不均衡 弱点不少 中国装备第三代战斗机的历史是从俄罗斯引进苏尔7SK战斗机开始的 但苏尔7在航电系统方面已严重落后 现已退居二线部署 而中国空军第三代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的主力 是73架苏30MKK 200多架歼11 24架歼16 120架歼空机 以及即将全面交货的24架苏35S战斗机 这些战斗机大都换装了大腿力发动机 先进航电系统 多功能相控阵雷达等武器系统 而对于苏35甚至大多数技术指标还要超越每一机 引进该机对于中国空军的技术升级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对于作战支援类飞机 中国空军一贯是比较匮乏 如电子战攻击机 中国空军没有使用这类战机的离时 只是有网络上透露的一些信息 可知中国正在研制和测试以兼空器和歼16为基础的电子版 机下挂有电子战掉舱 但没有更多具体细节 而建立立体空方 就离不开空中预警机 目前中国空军装备了三种空中预警机 八架空警200 至少一架空警500和五架空警2000 空警200使用了体径较小的涡浆动力运8为载胎 该平台启动性能较差 限制了预警机能力的发挥 而平衡目视的相控阵雷达在探测和预警方位上受到一定限制 空警500也只是采用了较好的运9为载胎 至于1276为载胎的空警2000 乘坐舒适性和燃油经济性比不上以民航机为载胎的美国E3和E7 总之 中国空军的一线战机性能还能与西方军事强国相抗衡 但处于二线的作战支援战机却相对较弱 这对于建立攻防兼备的空军使命 的确是需要尽快海进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